台湾人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善良 台湾人 你们可不可以就不要这么好 很多人知道前段时间我在土耳其玩 本来下个地方要去美国去玩 后来就没有去城 为什么呢 在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家人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妈得了重病 得了白血病了 很多人知道在中国大陆如果得了白血病 这是一笔巨款 所以当我们回来之后呢 我们把房子了 车了 存款了 全部都花了 每天有可能三四万人民币 四五万人民币 七八万人民币花这个钱呢 然后有很多人建议让我把这个信息发到平台上 我也就发了 没有想到昨天晚上有一个台湾人 他曾经我跟他聊过 本来想在他那办中介呢 办去台湾旅行的签证 然后当他看到我这个信息之后 他给我发过来一笔巨款 因为我没在他那办理 我没有去台湾 没有去城 他给我发了一笔巨款 我真的有点凭水相逢 凭什么对我这个中国大陆这个陌生人这么好 所以他们还